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關於TXT Controller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關於TXT Controller的硬件 它的Input Output 也會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Microbit再加F500 第三項就是介紹一下它們兩個之間有什麼分別 有些比例的 也會和大家介紹關於做什麼模型或模型 或者做什麼項目時可以用哪一個 哪一個更適合你所做的東西 首先我們先介紹關於TXT Controller TXT Controller會有8個Input 用來連接一個感應器 有四個Counting Input 用來連接Digital的感應器 還有四個Output 連接馬達和燈 都是一樣的 它都可以連接一個更大的電源 6至9幅推動到更大電流的Input和Output 這張圖片會比較清楚一點 同時大家都可以在下 可以做一個截圖 這樣去完成這個影片 都會記得的 你會看一張圖片就可以看到了 OK 這個位置就是電源插9Volk Input 這裡就是Universal Input 這裡就是Counting Input For digital的frequency up to 1kHz 例如一些Encorder 就會可以用這個Counting Input 這個就是Output M1到M4 或者可以說O1到O4 這樣 O1,O2,O3,O4,O5,O6,O7,O8 這樣 這個位置也可以讓大家記錄 就會更加詳細告訴你 TXT Controller每一個位置 是有什麼用的 這個位置就不會詳細跟大家說 因為都是主要想跟大家說 關於我們平時會比較常用到的 就是Input、Output和Power的地方 好了 我們就要說這個Microbit Microbit 其實這塊板 是一塊很小的板 然後 因為它太小了 有些地方我們用不到 所以我們就要加上這個F5板 去擴充它的Pin位 令到我們更多Pin位去做我們的模型製作 在這幅圖上會比較清楚 這個位置就是Input 這個位置就是Output 這個就是Power的位置 Input 方面 我們會有P0到P6的Input 有P0到P6的Input 然後呢 我們總共有六個篇位 六個篇位 就是沒有P5的 對 我們就有P0、P1、P2、P3、P4、P6 這六個篇位 總共可以做到這六個Input 就是放六個感應器 然後 Output 方面 我們會有八個篇位 我們會有八個篇位 做四個 做四個 Output 因為呢 我們的摩托 一個摩托 或者一個Output 就有正、負 我們就要用正一個篇位 負一個篇位 所以我們就要用兩個篇位 去做一個Output 那就不同這個Input 那你講一講它兩個之間有什麼分別 在Input 方面 TxtController 就會有八個Universal Input 以及四個Counting Input 但是Microbit 就只有六個普通的Input Universal Input 所以 在Input的數量來說 TxtController會比較多些 而且它多些Input 而且它有一個Counting Input 所以 到時其實 TxtController 來說 是比Microbit 可以處理到更多的Input 再更多的數據的接收 Output方面 大家兩邊都是 TxtController和Microbit 都是可以用到四個Output 是的 沒錯 所以 總括而言 TxtController 就是有四個Output 以及十二個Input 包括八個Universal Input 和四個Counting Input 但是Microbit 和F5板 就具備了四個Output 和六個Input 那 TxtController 就比Microbit TxtController 比Microbit 更加適合 進行一個多感應器的編程 和模型製作 所以 其實在Facial Technique 你會看到這個位置也是寫著的 是寫著Facial Technique Robotic TxtController 就是因為 可能我們在最後一個機械人比賽 或者機械人的製作的時候 需要有更多的感應器 例如 Ultrasonic 然後有更多的感應器 然後有更多的感應器 可能有更多的感應器 可能這個時候 Microbit 就太少了 就用不到那麼多感應器 所以如果當大家想做一些模型 它是比較多感應器的 比較多感應器的 都會建議用這個Facial Technique 這個TxtController 因為它是比較的 它的 output 和 input 的數量 是可以 比起這個 Microbit 是更加好 還有它這個 可以處理得到更多的 數據的接收 和編程的複雜程度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去我們ETC 去問我們 或者上ScreenStep 看看我們的教程 有什麼可以再聯絡我們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好 下次再見 拜拜